欣賞LINEHU 我家德思,已經嫁了約半,嫁了20年 當時我離開我的公司的原因 是我的工作壓力是非常的 壓力也非常的大 那麼最後我決定 所以我就决定我离开公司 然后当了普通的 taxi driver 碰到很多很棘手的问题 就是有没有被顾客、大客刁难 很多的客户都想要你飞行 但你知新加坡尤其是天船 每个地方都回来 惊险的故事也有啦 通常我们在夜半会碰到 好像三更半夜载人家去一个圈屁的地方 其实是自己吓自己啦 我孩子曾经跟我讲 我没有回来他都担心就好像这样 担心我们在外面 在晚上都是有一点危险性 老实说是有一点危险性 我孩子买的啦 我孩子买的啦 而且我退休的时间很多嘛 买狗来叫我带他去散步嘛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250我不会回来的 这种讲话的人咯就是耐不久的啦 喜欢当然是喜欢 因为时间很自由 但是现在目前当时的合适时机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as much as we try to encourage him not to take out this job or to stop and change to something else he's very satisfied so we also sort of convince ourselves that maybe this is probably what he really wants to do 不单身住一个家庭嘛 要生活嘛 就这样了 就这样加了二十年的时间